有些人以为嫁给有钱人 就从此变凤凰了 但是其实考验还在后面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又要从前面 宋慧桥跟宋仲敬 因为很多人还是认为 他们婚姻里面可能夫家 对宋慧桥的一些想法 其实也有影响 为什么呢 我们从正常人家庭里面 如果我今天我儿子 要娶一个天后级的 或公主级的艺人来我们家 我们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 这些艺人都好棒喔 好厉害 可是当他们是 人家的媳妇的时候 人家做婆婆的就有压力 我这里就有一个 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是 这个女生呢 她很年轻的时候 刚进入演艺圈 我就认识她 长得很甜 很会放电 然后追的人非常多 她曾经有一任男朋友 那简直是 把她就是当成宝贝 在心窝里躺这样 任何什么节日接送 然后送礼物 我疼她疼得不得了 只想把她娶回家 可是这个女艺人 她就觉得自己还年轻 而且她很担心 那个男艺人心不定 因为男艺人桃花多 那寻寻觅觅觅 很多年之后呢 这个男生 比他小了几岁 所以有点像双宋的那个状况 那这个人不是演艺圈的 好 来咯 不是演艺圈 也不是夺富豪家庭 可是家世还不错 那两个人谈恋爱之后呢 因为到了一定阶段 男生就要把女生 带回去见他的家人了 一到他的家里面 去见他的妈妈 跟他的这些姐姐啊 兄弟姐妹的时候 就跟那个面试工作是一样的 在没有见到他们家人的时候呢 他男朋友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说 我妈妈呢 对艺人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见我妈妈的时候 不要化妆 千万不要化妆 不要化妆 她认得出我吗 这是个问题吗 不要化妆认得出我 我妈妈很讨厌人家化妆 也不喜欢艺人 那她就去了 你知道一去不得了 这个未来的婆婆 就有点给下马威 就说我们家 家事不错 怎样怎样 那我儿子学历又高 就开始一直念了 然后就说 如果你们考虑结婚 那我是希望 结婚以后就不要再 第一不准演戏 有这种亲热镜头 我们亲戚朋友怎么受得了 等一下是男的 他们家真的很有钱吗 不是有钱 是家事还不错 什么叫家事还不错 家就是还算OK 对对对 书香世家 什么二代又在 家里书桌上 有毛笔跟雁台 那压力真的会很大 然后接下来就说 婆婆阿莲的鞋子首诗来看看 接下来就会念 什么学校毕业 那因为这个艺人 有一些女艺人 其实她们很早就开始工作 这女艺人就说 就是大概中学左右 就是没有念得很好的大学什么 可是她就 那我儿子现在都在念研究所 什么就开始 有一点不开心 意思就是 你是高攀了我们家 所以接下来她就说 你能够不要接演出 不要接演艺工作 我希望你就不要了 你就退出了 可是这个艺人有经纪公司 人家怎么可能一下就退出 而且女生说不定后面 自己有父母家庭要养 是啊 可是这个艺人也爱上 所以她就说 那没有关系 我还是尽量就是 手边的工作 我就全部完成 之后我就不要再做了 好 嫁进去之后 很低调就嫁进去了 嫁进去的第一个通告 是类似我们这样的综艺节目 因为她的经纪公司已经接了 所以她不能不去上 她婆婆管的可真多 你要去上可以 你尽量不要化妆 不化妆 对啊 我觉得你皮肤蛮好的 你化什么妆呢 你何必跟那个谁谁谁一样 跟谁谁谁一样 你们不能这样去看艺人的工作 对不对 她说化个大农妆像画吗 你知道她婚后的第一个工作 我有跟她同台 我吓死了 我想说你去哪了 你怎么竖着一张脸子 不是就是已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那她跟我们解释就说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其实也不用贴什么假睫毛啦 我觉得竖着蛮好的 我觉得她有难言之隐 但是也只能这样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更惨 结婚后呢 那有一次就是母亲节 那是不是就家人要一起去吃饭 这很普通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去吃饭的时候 被狗仔就拍到了 那这又有什么 也没什么对不对 他们家就病病病病 他家里所有人都出来指着他骂说 你炒新闻会不会炒得太离谱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狗仔 我们不过是去吃个饭 你为什么要让门曝光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你明明就要退出眼影圈了 就是因为你看我那天没化妆 这样子的报纸当初现 很无论狼犯 没有就是 不是 可是这女艺人说 不是我啊 我不需要去报这个料啊 她说不是你是谁 谁会知道我们家人在那边吃饭 谁可能知道 就是你 你知道这种情形 不是只有它会发生 很多家庭都会发生 因为他们对演艺工作不了解 有时候狗仔只是经过拍个两张 可是他的婆婆 他的婆家 所有人就指着他鼻子码 从那时候开始忍暴力了 他们其实住在同一栋楼 他跟他先生住楼上 楼下呢就是婆婆啊 姑姑啊 就是他们婆嫁的人 从那天开始就不理他了 只要他回家 他都会说 妈我回来了 对不对 他其实是一个 伺候婆婆很好的 全家没有人理他 然后大家就 大家背后就讲说 这种艺人就是这样 艺人就喜欢炒新闻 艺人就是假 艺人就是假 你们何必这样吗 人家也有职业上的尊严嘛 他真的受不了 但是呢 他唯一的依靠 那个父母是他的老公 至少他的老公愿意支持他 他就说你忍耐 我们以后可以搬出去 是吧 好 问题是最后急转直下是 他也希望 那我现在没有 没有办法演出了 就婆婆也不让我去演 那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要做大 我才能 对不对 当贵妇啊 所以他也帮他的老公 就创这个事业 然后冲事业 结果老公一冲事业 就是这样 各位也知道 只要老公一富贵 事情就来了 一方面呢 婆婆就说你年纪也不小 因为她比她老公大嘛 你赶快生小孩 所以他们努力努力 一直没有办法生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本来老公会安慰她 久有久失 老公就说 你不要管那么多啦 那婆婆都这样 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老公就慢慢就变了 你怎么这样啦 你自己才有问题 你就怪怪的你 你不要跟那些演艺圈的人在 演艺的人都假 又来了 连她的老公都骂 你自己还不是有一对 艺人的朋友 你骂我 就变成这样 最后压垮他们 婚姻最后一个人到草 是老公外面有人了 为什么呢 第一你没有生小孩 第二你的工作我妈不喜欢 第三我受不了了 我投降 我干脆把你换掉 我快乐一点 不是这样吗 是 那她有什么错 是不是 嗯 嗯